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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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歡迎到第三章的第一頁 各位看一下 這一段很重要 請各位看到第五行 第五行 這個統計推論請你這邊開始畫 你回去的時候你就把這段好好看一下 統計推論是 統計協的重要主題 母體的數值特性 稱為母體參數 或簡稱為參數 如母體的平均數μ 母體的變異數sigma平方 通常μsigma平方是位置參數 通常我們無法 收集整個母體的資料 所以只能夠從母體抽取 部分資料作為樣本 那麼這些樣本 觀察值的數值的函數 我們稱為統計量 那麼統計量是 樣本觀察值對母體參數 所提供自信之整理融縮 因此我們可以利用 統計量來估計或檢定 母體參數 例如我們可以用樣本平均數sbar 來估計檢定母體平均數μ 我們也可以利用樣本編譯數s平方 來估計或檢定母體編譯數sigma平方 因為樣本平均數sbar 以樣本編譯數s平方 皆為樣本觀察值的數值函數 所以都稱為統計量 這一段話非常重要 其實你很多統計裡面 就是一直圍繞在這個核心裡面討論 我們剛才講的這一段話 其實就是基礎統計學的核心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那上一期其實上都在做一些佈局 那真正你去做一些 剛才課本這段念的估計 或所謂的檢定 它事實上是下一期 下一期的一個重頭戲 所以這邊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章裡面我們大概要探討五個單元 下面請你五個單元畫起來 第一個單元中央氣勢的測量數 它主要是提供一組資料分配的中心點 代表之後出現頻率最高的數值 第二個是分散度的測量數 主要是測量資料的分散或變異的程度 第三個是相對位置的測量數 主要是提供某個觀察值 在全部資料中的相對位置 那第一個是個形狀的衡量測量數 看是到底有沒有對稱 左偏右偏 那最後一個是兩個變數線性相關的測量數 這邊特別是指線性相關 我們統計基本上盡可能不要把它複雜化 所以我們都以線性相關為主 那當然曲線也可以討論 只是說曲線討論的時候 那就相對比較複雜 也比較不好解釋 我們這一張就是以五個單元為主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一個單元 中央七式的測量數 這個地方我們大概會探討三個值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第一個單元 談這一個中央七式的測量數 有平均數 中位數跟重數三個 我們第一個先來談平均數 平均數基本上又有三個 我想這其實各位都寫過 一個叫算數平均數 一個叫調和平均數 那一個叫擠的平均數 來 各位看一下課本 課本的這一個倒數大概第二段 第二段 有這三個名詞 但是就我們行銷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用的最多就是一般的算數平均數 這個很簡單 這個以前各位都寫過了 那另外兩個平均數呢 我想我們比較不會常用 另外兩個平均數對像財經國貿 他們在經濟上的一些計算 也許他們都會用到 但就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所用的這個 算數平均數 所以聽好 從現在開始 你所看到的平均數 就是指算數平均數 現在兩種我不討論 所以我們講的 講的平均數就指算數平均數 好 那這個平均數呢 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平均數呢 有兩個 平均數有兩個 我們講的平均數就兩個 各位你看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這個符號我們唸成mu 不是唸成u 我想各位剛開始比較不習慣 它是唸成mu mu 那是唸成s bar s bar 那這兩個名詞是 在統計上它是一個專屬的 也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mu 它的角色就代表一個母體的平均數 我們在數學討論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它各式各樣的一個變數 反正你隨便你高興嘛 我今天用s 我明天用y 我用z 甚至我用h 反正隨便你用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如果說今天這個變數一直換的話 對一個初協者來講 他其實會被這些符號搞混了 所以統計裡面我們就會給它一些專屬的 你看到這個mu 它就代表母體平均數 所以以後你再看看 看它統計mu 它背後的意義就是母體平均數 你看到s bar 這唸成s 上面一根棍子 s bar 那s bar呢 就代表樣本的平均數 它就是它專屬的 所以往後你看到s bar 你腦中馬上就要閃出來 它就是一個樣本的平均數 那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這兩個差別在哪邊 這是大N 這是小N 就是它在這邊 平均數大家都知道 我把數全部加起來 除以總個數 所以兩個定例都一樣 所以這兩個很像 所以一個母體一個樣本 樣本 樣本的計算一定跟母體的計算很相似 你才有辦法去對它做進一步的 以後做進一步的推論 這兩個之間一定有關係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大N 這是小N 這我從第一堂就跟你講過了 以後你看到大N 你馬上要聯想到 它代表的就是母體的個數 我這個母體裡面到底有幾筆資料 那小N呢 就是代表我抽了這樣本的個數 所以它每一個元素都有它一個專屬的 一個代表的意義 這個你要記起來 那這樣往後你念統計的時候 你就比較輕鬆愉快 好這兩個 一個母體一個樣本 好我們來看一下請看課本 那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怎麼計算 好我們先考考慮這個未分組的 未分組的 來請看第三章的第四頁 我們看一下立體3.1 這個安安幼稚眼裡面呢 我們從這裡面抽起10位小朋友 他的身高就是102一直到100公分 那我們求樣本的平均身高 因為我們抽10位嘛 所以我們求樣本 好樣本怎麼算 我們把10個小朋友的身高 加起來除以10 就等103.9公分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幼稚眼 我們從這裡抽起這個樣本 我們獲得一個平均身高 大概103.9 這就是一個樣本平均 那全部小朋友的平均身高 不曉得 除非你全部整個幼稚眼都把它抽出來 那我們現在只是抽10位 所以我們是針對樣本來討論 好接下來看這個立體3.2 我們說有兩家這一個公司 大概是規模差不多 兩家公司 那賈公司的五位主管的薪資 3萬2 5萬5一直到3萬7 那以公司的這一個五位的這個主管 3萬8 5萬2一直到3萬5 那賈公司的這個平均的薪資 這五位公司平均薪水呢 我們把它加起來除以5 就得到4萬1千8 那以公司的這個平均薪水呢 一樣我們把五 以公司的五位主管的薪水 加起來除以5 得到4萬4千4百 那這樣比起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 以公司主管的待遇會比較好一點 你從這個表面上來看的話 以公司的支援的薪資會 以公司的這一個主管的薪資會比較高一點 那是表面 但是他真的內涵也許我們不曉得 你拿比較多的薪資 也許你要做比較多的事情 這個公司也許規定你工作 因為主管嘛 所以主管也許他要求的這一個責任會比較重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能光看這一個薪資 你如果要真的進一步了解的話 你要去了解到 那這些主管他們做了多少事情 好 這個平均值我想很簡單 我們就可以這樣算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討論的是未分組 那現在我如果給你是已分組呢 所謂的未分組就是說 他是一筆一筆資料 我給你 那當然我可以算嘛 我就利用這個公司加起來除以總數就OK了 但是我今天拿到的資料 如果不是這樣一筆一筆 而是已經分組好了 我們上個禮拜有談到這一個 50位同學的成績 那50位同學成績的話 假設你要整理嘛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分組的資料 那你現在拿到的是分組的資料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算那平均數 我已經不再有一筆一筆資料了 你給我的是一組一組 那這樣到底有沒有辦法算 他的平均成績 我們說也可以算 好 我們來看一題 來 各位看例題 這個3.3 我們來看例題3.3 那看之前我們把這個公式 稍微寫一下 我們稍微寫一下 什麼叫主重點 我們上一次的時候並沒有去討論到 好 那現在我們就用一題來算 好 各位看一下例題3.3 好 例題3.3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上個禮拜我們算過 各位應該看起來很熟悉 50位同學的統計寫成績 那50位同學的成績就是一筆一筆 你根本看不出他重大的資訊在裡面 所以我們會把它經過一個分組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呢 我們利用分組的技巧 得到這樣的一個表格 得到這樣的表格 各位你看起來應該很熟悉 那現在我給你這樣的資料 我不是給你一筆一筆喔 一筆一筆的話 你這樣算 你就可以算出平均數 但是我現在給你一組一組 那我問你平均數等多少 那你說這怎麼算 可以 我們呢 我們利用這個概念可以算 這個概念是怎樣 F1 S1加F2 S2 一直加到Fk Sk 除以全部的總次數 那其中的S1 S2到Sk代表主中點 什麼叫主中點 就是兩個每一組裡面 這一組裡面中間那一點 那一點怎麼算 頭尾相加除以2 頭尾相加除以2 所以每一組呢 頭尾相加除以2 那個點就叫主中點 好所以這兩位相加除以2 就等到34.5 這兩個數相加除以2 對吧 44.5 其實你就不用算了 你就每個加10 每個加10 你只要把一個算出來 接下來呢 這邊是 54.5 這邊是64.5 這邊是74.5 這邊是84.5 最後一個94.5 你就可以把主中點算出來 那你說 為什麼要這樣算 那我們的原則是怎樣 各位換到課本的第三頁下面 下面有一個兩點 各位看到課本第三章第三頁 我們在做這一個分組的這一個平行值的時候 我們基於兩個原則 第一個叫集中分配 一個叫均勻分配 請你把它畫起來 那所謂的集中分配就是說 這一組的資料 我把它想像成都落在組中點 都落在組中點 那所謂的均勻分配就是說 這個只是分布 均勻分布在組內 那我想處理上比較方便的就是集中分配 所以我們大概都會以集中分配來處理 所以各位看一下 我這一組裡面 29.5到39.5 我已經看不到原來的資料了 但是我現在算出來 我手上得到的資料是有四筆 那這四筆資料怎麼辦 我就把它想成這四筆資料都是34.5 就用組中點來表示 好 第二組裡面我拿到六筆資料 那我要怎麼算呢 我就想說這六筆資料都是44.5 以此類推 所以我就得到一些資料了 那我計算的時候我就用組中點去算 所以這裡的XK就是組中點 那FI次數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所以你就有這樣可以計算了 你就得到一比一比的 你就得到一比一比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算 好 我們來算一下它的平均數等於多少 平均數呢 我們就利用那個公式 這一個次數乘以它的組中點 次數乘以它的組中點 以此把它乘起來 然後相加 好 甚至等於多少 等於4乘以34.5 加上6乘以44.5 一直加上 加到最後 是吧 4乘以94.5 然後處理多少 總次數 全部把它加起來 4加6 一直加 加到4 加到4 把它算 那這個算出來的結果 是多少 算出來的結果是65.1分 65.1分 那我們現在就很好奇了 這個65.1分 跟它真正的平均值到底差多少 那我們就去追溯嘛 我們來驗證一下 我們來驗證一下 來 我們換到課本的第二章 課本的第二章 我們來看一下50筆資料 課本的第二章 我們來看一下50筆資料 當時他給我們的50筆資料 請各位看一下第二章的11頁 立體2.3 這50筆的協定成績是在這邊 你就把這50筆資料加起來 加起來除以50 那你延時的資料是多少 33 加上多少 加上60 一直加 加到最後一筆88 然後你除以50 你算在等多少 等於65.18 來 各位看一下黑板 這是你利用分組算出來的 這是分組 這個是未分組 當然未分組比較準切 你加起來除以50 可是你看看量出來的答案 有沒有很像 很接近 就是我們統計而言的話 65.1跟65.18 我其實看不出來兩個有太大的差異了 兩個已經是非常非常靠近了 那這個事情跟您講 就是跟您講 我即使用分組資料來展現 你沒有給我延時的資料 分組資料依然可以很精準的 去算出它的平均數 它重大的自信不會跑掉 所以它很好用 我既可以把你給我零零算算的資料 整理成很多重要的自信在裡面 你要計算很多東西 我還是一樣可以用分組資料的模式 去把它算出來 所以分組資料為什麼它有它存在的必要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所以它依然可以把重大的資料 一些測量子把它算出來 各位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單元我們寫到一個新的名字 叫組中點 你要善利用組中點的概念 集中分配來計算 那這個沒什麼困難的 這沒什麼困難的 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我們介紹下一個單元 加錢平均數 這個加錢平均數也是我們常用的 也是我們常用的一個技巧 那我們來看這個加錢平均數 到底在談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加錢平均數 請各位看一下第三章的第六頁 你看到一大堆數學的話 其實不太習慣 但是只要跟你講一個例子 你就很清楚 好 各位看一下第三章第六頁的定義 3.15加錢平均數 請你畫起來 這個加錢平均數呢 它其實蠻簡單的 這個前數呢 就是weight 比重 課本有 所以英文字我就不寫了 比重 前數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你每一個的觀察值 S1 S2到SK是觀察值 那W1 W2跟WK就是你的前數 那什麼叫前數 來 我們 講一下就知道了 你期末接到成績單 我問你 你期末成績怎麼算 你得到一個平均成績 平均成績怎麼算 你應該知道你平均成績怎麼算 你修課修那麼多課 是不是可能有一協分的 有兩個協分的 有三協分的 那每一門課是不是都有一個分數 那你怎麼辦 比方說你這些你修了20個協分 那你怎麼算 這門課如果兩個協分 是不是這門課要乘以2 這門課如果三個協分 是不是這門課的成績要乘以多少 乘以3 那個乘以2乘以3 那個協分數 在這裡面來講就是你的前數 就是比重 所以你這門課的這個協分數越重 就表示這門課影響越大 我記得我們以前還有那種4個協分的 上課還有那種4個協分的 那種課影響就很大 如果說你這個 這一門課拿到90幾分的話 那你這些期的成績一定會很高 萬一不小心拿個5、60分 甚至更低的話 那成績一定很慘 所以這個就是前數 前數 所以你的協分數乘以你期末成績 加起來然後除以總協分 就是得到你的平均成績 剛好課本也有這個題目 來 我們看一下 例題3點4 某位學生這些期修了6門課 共16個協分 分別是經濟寫3個協分 統計寫3個協分 會計寫3個協分 維基分3個協分 國文2個協分 英文2個協分 那他的這個期末呢 他各課的成績是經濟寫85 那經濟寫85分當然就乘以3 你們三個協分 統計寫90分 那90分就乘以3 那他國文是77分 那國文只有兩個協分 那就77乘以2 你就這樣把你的成績跟你的協分 把它乘起來 然後最後都加起來 好 除以總協分 16個協分 就得到85.06 所以你期末拿到85.06 你就要知道 我的85.06 是這樣算出來的 你要知道 那你知道了 你再來看這個 價錢平均數 你就很清楚了 這種價錢平均數 其實用很多 比方說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 我想對我們行銷物流同學來講 這種股票比較 不是那麼清楚 如果是對那種財經系列協定 來講的話 他的休克裡面都是跟 這種股票投資 基金有關係 所以他會比較了解這個 你說這一個股票裡面 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的公司 他整個公司的這個市值 可能是用照來計算的 所以他如果今天漲一塊錢 他是用照來算 所以他今天如果漲一塊錢 這個規模很大 那一天可能 這一個股價也許就是 就是漲了 但是同樣一個小公司 他今天如果漲一塊錢 小小公司他漲一塊錢 他對整個股價來講 影響就不是很大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你的錢數夠大 你台積電的公司很大 所以你漲一塊錢 你整個比重影響就很大 所以同樣是漲一塊錢 他的一塊錢 跟別人的一塊錢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錢數不一樣 就像這樣你的協問數 你的協問數越重 你的影響就越大 這個就加錢平均數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談到這邊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例題3.5 例題3.5 例題3.5這個題目 也是蠻特別的 我們來看一下 某高中 這一個三年級 共有加以秉三班 那這個期中考的 這一個數學科的平均分數 他把每一班的分數給你 跟每一班的人數給你 但是他沒有給你每個人的成績 然後他問你總平均是幾分 他問你總平均是幾分 那這種題目怎麼算 這個其實也蠻簡單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怎麼去處理呢 你只要把這個平均數的定義 弄清楚 其實這種題目呢 就很容易算 他沒有什麼特別難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怎麼算 我們剛才講過嘛 你算平均要是什麼 全部的核出於總人數嘛 那全部的核有兩種來源 一種來源是 你告訴我每一個人的分數 那三班的每一個分數你都要告訴我 我就把三班加起來處理總人數 偏偏他現在沒有告訴你 每一個人的分數 他只告訴你 這一班的總人數跟這一班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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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問你總平均怎麼算 那總平均到底怎麼算呢 來 我們來看定義 這個定義是這樣嘛 S1加S2加上SN 除以總人數嘛 如果把它換成這一個 我們中文的語法的話就怎麼樣 總分數的核 總分數的核嘛 三班總分數的核嘛 除以怎樣 總人數嘛 總人數嘛 總人數 那三班 總分數的核就是 三班的總分數核嘛 這一班的總核 加這一班的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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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一班的總核到底怎麼算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基本的定義 我們來看 定義怎樣 是S8等到 N分之Sigma I等於1到N的Si 這是定義嘛 這一開始定義嘛 你平均知道是全部的核除以總數嘛 這是定義啊 所以你看到這個定義的時候 你就可以馬上想下來 那我幫他寫一下 I等於1到N的Si 這就是總核嘛 N個人的總核嘛 就等到 等於N倍的S bar嘛 所以我今天要得到總核 我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是 你告訴我每一筆資料 那你現在沒有告訴我沒有一筆資料 那你告訴我什麼 你剛好告訴我 總人數跟平均值嘛 你告訴我這兩個嘛 所以我這個地方沒有辦法得到 我從這地方得到嘛 所以我只要把這兩個相成 就是這一般的分數總核嘛 我把這兩個相成 就是這一般的分數總核嘛 我把這兩個相成 就是這一般的分數總核 三個加起來 就是總分數的核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基本的定義 我們就可以掌握 好 所以我們要算一下 我們要算一下 所以這個就沒有問題 我們拉到這邊來 50乘以74 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概念嘛 就是甲斑了50個人的總分數的核 加上乙斑47個人總分數的核 47乘以80 好 再來 加上丙斑 對吧 52個人乘以83 那除以多少 除以全部的人數 50 加上47 加上52 好 拉過來 所以我們要算一下 就等到 等於 7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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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這一個 三班 你雖然沒有給我每一個人的分數 你只要告訴我每一班的人數 跟每一班的平均數 我依然可以算出三班合併起來的總平均分數 所以這樣反而好算 坦白講我如果給你100多個人的分數的話 你加還會加錯 你一筆一筆加加加 加了150 150筆資料 你可能會漏掉一筆或怎麼樣 你還可能錯 你給我這樣的資料反而簡單 我平均值很快就把它算出來了 好 來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三班合併的總平均 來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好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我們談一下這個平均數的特性 平均數這邊有三個特性 那第一個特性呢 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個特性 這就是第一個特性 所以第一個特性我們講完了 我們現在來講第二個特性 這已經講完了 這已經講完了 我們來講第二個 第二個特性 這很簡單 來各位看一下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一組資料的每一個元素 減掉你的平均數的和 剛好等於0 每筆資料跟你的平均數相減 不是正的就是負的 那正的跟負的加起來 剛好抵消掉 剛好抵消掉 這是很特別 那我們證明一下 好 我們把它證明一下 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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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開是怎樣 這個拆開 就等到這樣 這邊如果是加的 這邊就是加的 這邊減 這邊就減 可以拆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已經告訴你 N倍的S bar 我們已經 第一個性子告訴你 它會等於N倍的S bar 那這一項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一項也是N倍的S bar 這個S bar 這個S bar 這種離散的計算 各位你要記住 這裡的這個指標在動的時候 你裡面跟這個指標有關係 那個指才會影響 那如果跟指標沒有關係的話 其實它 等於就是用倍數的概念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我想 這個說明你會比較清楚一點 你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說 這樣 我舉一個例子 你1到10 你怎麼叫 你就是S1 加上S2 加上S10 那我們用這表示說 你這裡的每一個下標 在變動的時候 這個指會跟著變動 所以我一定要這樣寫 這個就是最基本 那如果今天題目是這樣 5 我I等於1的時候 他就是5 I等於2的時候 他還是5 I到10呢 他還是5 他每一項都是5 那跟這5沒有關係 跟5沒有關係 對不對 他是5 他還是5 對不對 我每一項都是5 我每一項都是5 他家人5乘以10 等於50 我每一項 我每一項都是 都是這一個10 都是5 那10項就等於50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要看清楚 這是一個變數 他會說的這個變動 這只是一個常數 所以他就用倍數來展現 所以你看這一題 你回到這邊來看 I等於1的時候 我就是S bar I等於2呢 我還是S bar S bar就是一個固定的值 I等於3呢 我還是S bar 我每一項都S bar 這個角色就有點這樣了 我每一項都是一樣的 那我有幾項 我有N項 我從1開始 到N有N項 所以1到10就有10項 就5乘以10 所以你如果很清楚 馬上就是5乘以10 好那這邊呢 這邊就是 減掉N倍的S bar 兩個相同 所以相減呢 等於3 所以你在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對這種的硬算 就這種Sigma的硬算 你要有一點基本的 了解 那你來看這個東西 你就會很清楚 來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所以同樣 如果這一邊 今天給你一個5倍 今天這邊給你一個5倍 倍數啦 那你就把這5倍提出來 就把5倍提出來 這個倍數 反正你的倍數 你的挨戴動 跟那個倍數沒有關係 你就可以把它倍數提出來 每個都5倍嘛 那就像5倍可以提出來 那幾個基本的硬算 來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性子3 我們看一下第三個特性 第三個特性 第三個特性 到底在談什麼東西 你上次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要馬上提出來 這個 這樣寫 看得清楚嗎 應該夠大了 再大下去的話 我也沒辦法了 這個黑板很不錯 這麼大 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性子 第三個性子 第三個性子 這個等於是在處理一些數學的運算 我因為剛好課本提到 我們就談一下 也就是說 你給一個任意的常數 什麼叫常數 Constant 反正你看到的 1 2 3 4 6 7 8 就是常數 長嘛 長就表示它不會變 1 1就是1 那為什麼叫變數 因為你不曉得它裡面是多少 它會在跳 你給它一個s 為什麼要用s來表示 因為你不知道 它這個值有可能會在變 所以叫變數 那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數字 1 2 3 4 6 7 8 1.5 2.2 這個不會變的 它就是1.2 它就是3 它就是5 這叫常數 那你隨便給它一個常數 把它搬進來 這個值一定會比它大 那你看這小的等於 表示說它一定比它大 那有可能會相等 什麼情況會相等 如果說它一定都比它大 這個等號就不要寫了 那你會寫一個大的等於 表示說有可能相等 什麼時候相等 當這個t等於s bar 你讓這個t等於s bar 你就跟它一模一樣了 就是相等 那你扣掉s bar以外 這個值一定都會比它大 那我們簡單一樣 簡單來證明一下 簡單來證明一下 我們把它拆成兩項 我們把它拆成兩項 這是術寫上很喜歡玩的一個技巧 減一項加一項 等於不影響 那你說為什麼你要減一項加一項 因為你跟你比的是這個 跟你比的是比這個東西 所以我當然要去製造出一個 跟它很像的東西出來 跟它一樣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就製造一個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就有了 好你把這個角色當作是a 把這個角色當作是b 所以各位公式記不記得 a加b的平方 那a加b的平方拆開是多少 a平方加b平方加2ab 好所以我們把它拆開一下 我們把它拆開一下 好我們把它拆開 A平方加b平方加2ab 那一樣我們sigma一樣再把它拆開 拆成三項 這裡面有三項 就跟這個一樣 這裡有兩項 所以我把它拆開 就變兩項 那這裡面如果有三項 我可以一樣拆開變三項 那裡面是加的 拆開就是加的 好所以我們把它寫下來 等到 我們就可以把它拆開成三項 那拆開成三項呢 我們先來處理一下 這一項 這一項呢 這一項呢會等於0 為什麼 來我們把它拉到 拉到這邊來處理 我把它拉到這邊來處理 來各位看一下 我剛才有講的嘛 這個倍數就可以把它提到前面來 這四段就可以寫多少 寫成5倍的 那個5可以把它拉到前面來 5倍可以把它拉到前面來 好同樣道理你看 兩倍可以拉到前面來 倍數 只要跟這個I的變動無關係的 你都可以拉到前面來 兩倍可以拉到前面來 還有一個可以拉到前面來 最後面這一項 這一項跟I沒有關係 你I在變動的時候 只有這一項會受到影響 那這一項其實也是等同是一個常數 所以它拉到前面變成兩倍 你把它拉過來就變成這樣 這一項是什麼東西 這一項是什麼 這一項等於0 有沒有 這裡啊 這項等於0 前面已經證明了 所以這項等於0 所以當然它等於0 它等於0 所以這項等於0 所以現在變成兩項 好 所以這項等到等於這樣 加上這一項是好 你I怎麼變動 這邊平方都是固定的 每一項都是這麼大 有幾項 有N項 所以N倍的S8-T的平方 你I那個index 那個指標在變動 我裡面不受影響 我永遠就是這樣 那你有N項嘛 我就N倍 那你各位看一下 平方一定是正的嘛 這是兩項平方都正的 平方一定正的 所以這一定正 兩項都正 那兩項一定大一項嘛 所以它一定會大於等於 它一定會大於 什麼時候會相等 就是這個T等於S8嘛 當這個T等於S8的時候 當這個T T是一個任意的常數嘛 當T等於S8的時候 這一項就等於0嘛 等於0就相等嘛 只要T不等於S8 這一項一定是正的 一定大於0 那這兩項是相等啊 所以它一定會大於它 所以我們得到的結論 這個東西一定會比它大 我們看一下平靜數的優點 各位請畫起來 它可以用於統計推論 我們在統計推論上 其實用的最多的就是用平靜數 那它很適合這一個代數音算 所以也最常用 那因為你在算平靜數的時候 你每一個資料都會考慮到 我今天有給你50筆資料 我50筆都要加起來除以50嘛 那既然每一筆資料都會考慮到的話 表示說每一筆資料所提供的自信 你都用到了 所以它當然代表性就比較強 敏感度就比較高 它的唯一缺點 請各位畫起來 就是因為它會受到極端值的影響 我們上次有講過 極端值的影響 你如果有一筆值特別大呢 你就會變得特別大 我簡單這邊講一下 為什麼受到極端值的影響 你的資料如果是這樣 假設你的資料是這樣 我把線點在這個左上 那它的平均值呢 它的平均值應該是這樣 大概平均值在這裡 它的平均值大概是在這裡 平均值大概在這邊 那你現在有極端值 有極端值什麼叫極端值呢 可能非常大或非常小 比方說這一筆資料呢 跑到這邊來 那這筆資料跑到這邊來 也就是說 你有一筆資料突然特別的小 那你的平均呢 就可能會變成這樣 它影響就變得很大 它會把它拉到左邊來 同樣道理 你如果說有一筆資料特別大 跑到這邊來 有一筆資料跑到這邊來 你的平均值呢 可能就會跑到這邊來 可能就會跑到這邊來 那換句話說那個極端值會 左右著你那個平均值 那什麼叫極端值 極端值呢 我們到後面的單眼裡面 會做一些判斷 教你怎麼去判斷 這筆資料到底是不是極端值 那極端值的產生 它基本上有兩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是 人為因素所造成的 比方說我們去做一些資料的蒐集 那蒐集回來之後 我們要做整理 我要可能要把這個資料 抄在這一個電腦上 然後這個一些錶子上面 結果你抄錯了 也有可能你測量錯誤 也有可能是你抄錯了 所以這個資料呢 是有問題的 那如果是這個資料 是因為這樣有問題的 當然你要去追啊 所以把這筆資料更正過來 這是這種問題之一 那第二個問題是怎樣呢 這個資料它本身 呈現了一個重大的資訊在裡面 比方說 我在這一個平均的生產線上 生產線上我們都會做平均嘛 那我在檢驗這個產品 忽然發現到說 每個產品都很正常 突然有一筆 有一個產品呢 它出現很大的問題 那這出現很大的問題 到底是你人 這個操作人員 精神不好 沒有注意到 還是因為掩護料的問題 還是因為機器的問題 你就要去追了 如果是人員這一個精神不集中 他沒有操作好 那當然 這個人員就應該要小心嘛 如果是因為機器的問題造成的 或是塩料 一些相關因素造成的 那它背後影響因素就很大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注意到 所以極端子呢其實是一個 很要非常小心處理的問題 那平端子呢 基本上是很容易受到極端子的干擾 這是它唯一的缺點 那還好啦就是 一般我們在搜集資料裡面 你只要細心一點的話 極端子的情形導視不多 導視不多 好這個大概我們平端素呢 就談到這邊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邊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邊 谢谢大家